假如说我们要去告诉别人 这个数字 人口数据跟这个数字是一样的 对不对 这个时候最好是用画图 画出来的图 例如说两条线来去让别人来去看 看到才是比较好的一个做法 可是请你注意 请你一定要注意一件事 这个人口数小计一定要是数值 因为它是数字 所以一定类型就是整数 没有半个人0.3个人这种人 所以请你们特别要注意 好我现在就先关掉了 在常用底下关闭并套用 关闭关闭这一个 PowerCrew编辑器 套用PowerBI 好关闭并套用 然后接下来因为 最好是用画图的方式来去呈现 这两个数字是一样的 所以点选群组直条图 1点选群组直条图 就是这个视觉效果这边选群组直条图 2你看当我点了区域别 它就帮我放在X轴 再来两个数字 一个是人口数计当我打勾它就自动放到Y轴 可是我现在要讲 如果你在继续勾人口数小计2打勾 它是不是就会继续放在这个Y轴 可以了解吗 这也是可以稍微去想一下为什么 因为数值Y轴都是直 就是X轴是类别 Y轴是直的这种概念 它就因为我勾选了两个都是数值 那万一我现在勾选这个人口数小计2 它是文字的话 它就会跑去工具提示或图例了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知道一下 因为图例工具提示 它都是属于文字类型 所以我做了4个动作 1点选群组直条图 然后接下来3个动作都是用勾选 勾区域别 它就会自动帮我跑到X轴 然后再勾人口数计 再勾人口数小计 所以如果你的类型是正确的 你先放X轴 后放Y轴 或者是先放Y轴 后放X轴都可以 请你们动手来去做 然后接下来请你看一看 这张图其实告诉我们的意义 就是都是一扭一样的